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这个手上的案例 首先从这个手形来看 是木水结合的掌形 有木人的多丝善蒙 有水人的温柔敏锐 我们看这个 狮子迅宫才位还是比较饱满 左右手都是如此 此处是正才位 说明正才旺 而且本职工作 稳定少起伏 我们注意到这个小指水星丘 也是双手都非常饱满 那么这个地方饱满的人 一般乐观开朗 口才不错 沟通能强 能够靠口吃轻松饭 而且我们注意到 在太阳丘 左右手都出现 这个横纹和竖纹交叉 形成的这种井字纹 虽然这个左手稍微要浅淡一些 右手更加明显 那么也说明 这个井字纹出现在太阳丘 也是成功线的一种 这个更加进化 更加优质的一种形态 就是说它是井字纹 代表的这个由从底层 崛起变得富有的一种 这个力量 即使遭遇到困境 也能够逢凶化吉 是非常吉祥的符号 我们注意到这个脑线跟生命线 都粘贴比较长 相对来说还是偏保守谨慎的 处事呢 更加有一些偏保守一些 并且呢 依赖性稍强一些 但是呢 做事计划性强 这个少犯错误 注意到脑线左右对比啊 左手呢 明显呢 这个有一些折断 并且呢 整体脑线偏短一些啊 右手呢 变得更加深长 说明呢 左手是先天 右手是后天呢 那么左手先天来讲呢 处事啊 有一些这个凭直觉 或者是说理性 有些缺乏理性的思考啊 容易在这个判断上出现失误啊 到后天随着经验和能力的积累啊 那么他的心态更加的沉稳啊 处事更加的理性啊 那么做事呢 也是啊 这个稳扎稳打 不会说是贸然行动啊 这个左右先左右手这个对比来看是如此 心态的变化啊 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在脑线和生命线分离处建导文啊 脑线古代称为人文代表自己 生命线成为地文呢 代表原生家庭和根基 分离处呢 是自身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啊 此处呢 建导文说明了出入社会会吃一些苦头啊 会有一些坎坷 包括这些坎坷 包括这个感情方面啊 这个左手代表先天啊 这个先天前期感情线出现导文和锁念啊 情路有一些不顺 并且我们从这个亲密关系线横纹多 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啊 亲密关系线是生命线内侧延伸出来的一条线啊 那么这条纹路呢 出现大概在25岁左右啊 出现这个亲密关系线啊 这个期间呢 经历过一段恋爱 并且呢 这个恋爱呢 有横纹干扰多 代表阻碍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是从感情线和亲密关系线 你可以看到情路有一些不顺 并且从生命线这个 这个倒纹和这个上升线伴随啊 说明啊 在这个 在35岁到40岁之前呢 20到40岁之前 这个偏中年的阶段呢 有一些坎坷啊 并且呢 它坎坷当中的伴随着上升线呢 说明呢 在磨难中成长啊 并且呢 勇于挑 面对困难 勇于挑战啊 这个上升线也代表一种运势的上升 我们注意到这个 特别是在四岁左右啊 35岁到40岁之间 这个期间呢 有导温 但是导温结束之后 马上就有一条上升线啊 也就是说 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啊 经历过磨难之后呢 它的运势明显的提升啊 这个甚至 跟主视线形成双视线啊 那么这个运势上的上升呢 是到了人生收获的阶段啊 我们注意到 这个 跟这个女行纹也有关系啊 这个左右手都出现生命线的分叉 这个分叉的线呢 跟生命线同等的深度 基本上长度也比较长 较力于行纹 女行纹说明出门运势贵人 在外闯荡 遇到贵人 才得到运势的上升啊 再加上自身的努力 再加上本身呢 刚才讲的出门运势贵人啊 女行纹是出行运势非常不错的 加上这个双太阳线 加持嘛 左右手都是如此 所以说贵人员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出门啊 遇贵人 可惜的是在这个事业线中期 还是有一段折断吧 从而手都是如此 这个事业线中期的折断 说明事业中年遇瓶颈 那么这个折断会导致啊 事业线跟其他主要纹路 组合形成的元宝文出现开口 这个元宝文是人生的财库 如果是有开口的话 有财无故 容易漏财 就是建议补充财库 才能够花点 包括感情方面 在右手感情线中期呢 出现一个这个长条的导文啊 说明呢 姻缘也有一些受影响 甚至会干扰到婚姻啊 结婚线也靠上啊 这个 这个偏晚婚的格局 这个姻缘方面是好事多谋啊 建议这个请姻缘福 来催旺姻缘 会儿不停消息 感情嫩也仅仅可质 然后再帮忙 請姻缘往来